大家好,今天我将结合兰可尔事件的多个疑点,严谨客观的推断出真正的凶手 疑点一,电梯监控视频 警方提供的四分钟电梯监控视频里,主下方的时间被涂抹了 所以看不到具体时间 懂技术的人把正常运行的时间显示和视频里的时间显示做比较 发现警方提供的视频中的时间显示是通过后期剪辑修改的 视频播放的速度是方慢的 洛杉矶警方这么做很不合乎常理 不得不引起大家的质疑 是不是有不想让外界知道的事情 另外,办案30多年,在遇无数的李长玉博士 认为兰可尔一定是被谋杀 兰可尔在电梯里的行为不是不正常 而是通过落案电梯按钮来扰乱跟踪他的人 让对方不知道自己停在哪一层 1.2.如何到达楼顶 兰可尔被发现地点是酒店楼顶的书香里 可是这绝对不是任何人都能上去的 有好奇的网友就钻成去哪里探访 要想去楼顶有三条通道 第一条通道是通过消防楼梯 这样的消防楼梯有三个 一个女生通过消防楼梯到达楼顶是有些难度的 第二条通道是屏蔽门 门的钥匙由酒店安保保管 第三条通道是员工通道 这条员工通道是带有警报器的 只要有人通过,警报器就会报警 酒店为了安全起见,天台是不放梯子的 所以酒店员工若要检查出水箱 他需要先拿上梯子 然后打开通往天台的平运门 所以兰可尔自己到达天台并且钻进水箱 他首先要扛着梯子 打开上锁的天台平运门 或者走员工通道 关闭警报装置 可是这些都不可能 兰可尔只是一个刚刚进驻酒店的外国旅游客 所以大概率是一个熟悉酒店通道的人 把他带上楼顶 1.3 进入水箱 楼顶的圆形大水箱高3米 宽1.4米 能除水3500升 从线上看 人可以通过大水箱旁边很高的墙 打到水箱顶部 也可以从水箱旁的梯子爬到水箱顶部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非常不容易 假设兰可尔突破重重困难来到水箱上面 那他又是如何打开非常重的水箱盖子的 如果兰可尔意外跌入水箱或者自杀 那么水箱盖子是如何盖上的 就算酒店员工为了逃避责任隐瞒情况 天堂上早有一把梯子 可他为什么要脱掉衣服钻进水箱 把衣服也塞进水箱 然后盖上盖子 这一系列的举动不能用有遭遇症来解释 1.4 验尸报告 洛杉矶警方在2013年6月发布了兰可尔完整的验尸报告 很多病理学专家看到报告后提出了疑问 报告根本没有说明指纹鉴定结果 更没有提到验尸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报告里显示兰可尔下体有皮下血液堆积 这有可能是性侵犯所导致的 也有专家认为在尸体腐烂和肿战过程中 有可能出现这种迹象 很重要的一点是 报告里南卡尔德斯伊 报告中有五个选项 自然死亡 自杀 他杀 意外死亡 和无法确定 其中意外死亡框打勾时间为6月15日 但在三天后 又在无法框里打勾 此时距离完整版验尸报告的发布时间 只有三天 很容易猜测到洛杉矶警方当时很犹豫 肯定在内部还会讨论过 在这种情况下 结果应该为无法确定 可最后的结果是意外溺水死亡 之所以大家那么多疑问 根本原因是通过先有的证据来判断 南卡尔意外溺水死亡的结论是非常牵强的 完全不能让人信服 根据先有证据和推理 完全有理由相信 南卡尔是被踏杀的可能性非常大 之前我讲过 南卡尔按下电梯按键里 包括4 7 10 14 这些数字被一些人认为是与约翰福音的一些章节有关 而这些章节都和谁有关 似乎预示着南卡尔的死亡 与谁有关系 虽然南卡尔案件过去了6年多 科技案件依然在网上议论纷纷 大家一直对洛杉矶警方给出的意外溺水死亡的结论充满质疑 我们基于已知的事实为一句 揣测凶手是谁 得出的结论是很可能是酒店的员工 法医判定南卡尔死于2月1日 而2月14日 洛杉矶水质检测中心证明赛奇尔酒店的水质没有问题 那么凶手肯定是在2月14日之后把南卡尔抛入处理箱 从死亡的2月1日到2月14日之间 方便藏匿南卡尔尸体的应该是在赛奇尔酒店有房间的人 再看南卡尔是怎么人不知鬼不觉的到达楼顶 之前我们讲过肯定是熟知酒店了解酒店的人才能做到这事 所以赛奇尔酒店的某个员工应该就是凶手 最近有一届陈年旧案破冷 我们非常期待南卡尔事件真相也有一天能大白于天下 以后我会持续给大家分享更多优质的真实选案 请点击关注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转发分享给更多的人